嗨,大家好,我是歐娜 希望大家最近有沒有發現一間非常夯的旅館 叫做去逃曼旅 那這些冒險旅館呢 它非常受到很多年輕人跟親子族群的喜愛 那堪稱是台版的小clubman 那在疫情期間呢 它不但逆勢成長 而且還不斷的持續的在展店 那是不是很好奇它背後的故事 還有它的操作模式呢 那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像體業經濟呢 是現在商業地場非常夯的一門學問 尤其最近宅經濟剛到嘛 所以呢 該怎麼把消費者從家裡拉出來消費 其實需要非常多的創意 像今天介紹的去逃曼旅這個品牌 它的第一間店是開在台南的正文水庫附近 其實它是用老飯店去做改造 它前身是一間叫做山芙蓉飯店 那跟這個政府是用BOT的模式合作了20年之久 後來在103年呢 原來的這個經營方就把股權的部分 再轉賣給凱薩集團 那經過改造創造之後呢 才出現了就是去逃曼旅這麼年輕 而且有特色的品牌 去逃曼旅目前在台北、台南以及台東有據點 最有特色的是台南館 它之所以被稱為冒險旅館 是因為在裡面可以攀岩、高空漫步、自由落體、全館 密室逃脫等多元的活動內容 而且針對不同族群推出的免費多元活動 假日鎖定親子族群或平日做商務會議度假訓練的生意 都可以將客序化的體驗經濟做到極致 沒來待個兩三天會覺得不夠 也因此去逃曼旅的標準行程也很有趣 它會賣三天兩夜的行程套票 讓顧客關在裡面消費 也連帶提高整體的營業額 尤其在疫情期間 這種度假旅館更受到大家的歡迎 因此在台南的去逃曼旅大貨好評後 接著又於今年在台東展的第三間店 台東館原本是喜利珊瑚旗下的喜利商旅 以入客為主要客員 後來入客量奏檢後 賣給了紅鍋建設 再掛上關係企業凱撒集團這個最新品牌 我先聲明一下喔 真的沒有在幫這個品牌做業配 但是呢就覺得這個品牌它可以做的之所以這麼成功 尤其是現在全台灣的旅館 在沒有外來觀光客的話撐不下去之際呢 它們還可以就是逆勢成長甚至是危機入市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我覺得有兩點啦 第一個呢我覺得它在做市場定位上面是非常精準的 因為它就是走這種就是高CP值的國旅路線嘛 那第二部分呢它創造了非常多的這種體驗經濟 那不但是去豐富飯店本身的內容 而且透過不斷的就是內容的更新 可以去吸引更多不同的消費族群回流 那它讓飯店呢已經不僅僅是成為是一個住宿的空間 而且同時呢也可以透過這些內容的更新 去強化自己飯店本身的特色 還有成為回頭消費的亮點 我們這是一個介紹風格地場的頻道 如果喜歡相關資訊的你 歡迎趕快幫我們按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將最Stylish的資訊 第一時間分享給你哦